我们两个大学时就在一起了 我给他大两届 我们都是学生的时候 他的任性我还可以容忍 可在我工作之后 他非但没有体谅我 反而变得加厉了 他总是给我工作捣乱 我的客户们都被他得罪光了 在我不如意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收敛 永远都是我在为他付出 这样真的太累了 男生今天还想继续累下去吗 来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伟23岁 来自河北女楼店长 女嘉宾小约21岁 来自吉林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老魏 第一个问题问你吧 还想再累下去吗 不想了 不想了 所以今天是谁要来的呢 我要来的 你又不想累了 你就跟人分手 不就完了吗 你要来干嘛呢 但是她是不同意 她不同意分手 你是来这儿坚决分手的 不同意 你是不同意是因为爱她 是要折磨她 我一直都没想过要折磨她 所以她提出分手 你觉得很突然 对 说说吧 为什么一定要分手 就是之前我跟她认识的时候 是在学校认识的 我觉得那会儿她特别可爱 然后让人看了 有一种特别那种保护欲望 结果后来我毕了业之后 就工作了 她不但没有改掉之前 她那个在学校那些任性啊 幼稚啊 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了 而且我在工作的时候需要 比如说有时候需要和客户沟通啊 然后她还会得罪我的客户 我觉得真的太累了 一直是我一个人单方面付出 真的受不了 你举点例子吧 我们那会儿还在学校的时候 我比她大两届嘛 然后有一天她刚刚上完课 我就去接她 我们一块去食堂吃饭 我去那个食堂窗户打饭的时候呢 我前面有一个女生 当时手里东西比较多 当时就跟我说 她说能不能让我帮忙 给她端一下饭 结果后来我就帮她端完饭以后 把我自己饭端回来 就在一回头看桌子上没有人了 然后我就给她打了一下午的电话 没有接 到晚上了给我回了一句说 你跟那女的干嘛呢 我吃醋了 然后就挂了 我当时觉得真的是特别幼稚 我觉得没必要那样做 平常在一起的时候 都是咱俩吃一样的饭 然后那天突然你就说 你想吃饭 然后我就看见的是 她帮一个女生在端饭 略过我 竟觉得走到别的桌子上 就根本就没看我 还有说有笑的 她就和我说了个谢谢 我说不客气 然后就被你看到了 你就知不知道反应吗 你身边女生总是这么多 那还有学妹和学姐什么跟你告白呢 告白是什么事啊 就是告白那件事吧 是我之前 我有一个学妹在同一个社里边 结果我是她的老一届的一个社长 然后 你是什么社呀 跆拳道 跆拳道 然后呢 然后结果那个学妹就跟我告白了 给我写一张就是一个小卡片 上面写了就是一对情话什么 我喜欢你啊之类的 我知道她心眼还没有真名大呢 绝对会吃醋的 所以我没敢告她 结果她就通过我朋友知道了 就说一个学妹跟我告白了 她当时没来找我 然后她和她一个姐妹 和她一个同学 直接就去找到那个小学妹 然后把那个小学妹给骂了 骂完之后呢 然后她就回来找我 逼着我 非让我把那个学妹送我的 那个小卡片给撕了 撕了还不行 还得拍照 拍照还不行 还要发朋友圈 发朋友圈还不行 还要爱她那个学妹 我觉得没必要这样做 如果我要是不这样做的话 她就不依不饶的 当时吵的学校里边 大概我们那片 就整个沸沸扬扬的 都知道我 就是一个老学长 拒绝了一个学妹 结果就是弄得人 好像在侮辱人家一样 我觉得她特别不懂事 也不给我面子 确实是你做的 是我做的 但是有学妹和她告白 她没有告诉我这种事情 然后那个小卡片 我是在她包里边翻见的 那你都拒绝了 你干嘛还要留着呀 你说你查那个速度多快 都快赶上FBI了 你查那个速度 我都没来得及撕呢 然后你就被你看到了 嗨你来没来得及撕 那你就是不想让我知道这个事呗 你心眼多大 我敢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 你不把我撕了 你不把就绑穿天吼上 让我上天呀 他要不定无缝的带 他知道你有对象 为什么还要追你呀 你就是武力取闹 我跟你说 行这事太幼稚了 在学这两年 就是这么过的吗 对呀 我觉得在学校里边 因为像那种像学生 我觉得小大小的都还可以忍 但是现在工作了 真的是 怎么了 工作了以后怎么了 说说吧 就是工作的时候吧 你看他就自从我工作以后 因为我现在是在一个影楼当店长 然后我们那个影楼也是属于一个综合部门 就是每天人也很多 客户也很多 然后我前天晚上 比如说要是需要处理工作呀 我需要和客户们聊天嘛 就用那个微信聊天 我每天下班回家 第一件事 他不是说 给我拿双拖鞋呀 不是给我倒杯水 而是说 把我手机拿出来 第一件事先从我手机 从上到下翻一遍 看看我今天有没有和他不认识的女生聊过天 有没有新家的什么其他的女生 结果呢 我觉得有的客户就为了图个心情好 可能就沟通的时候 就爱开个玩笑啊之类的 结果他拿开我 拿到我手机以后呢 就直接和一个女客户他不认识的 直接问你谁呀 当时那个女客户就说了一个让他生气的话 结果他当时在我微信里就把那个女客户给骂了 然后直接拉黑删除 那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真的他经常干这种事 那你工作的时候说那种话 那么暧昧的话 我问他 我说你是谁呀 然后他说你猜 把我都忘了 我太伤心了 什么什么的 工作的时候说这种话 不觉得太暧昧了吗 我觉得他不正常 我说你应该把他拉黑 你拉黑那干嘛呀 你要弄弄他呀 我比较相信他人品 不相信那帮女生 那你相信他人品 你干嘛要那样呢 那我不相信那帮女生啊 他是这么个逻辑啊 就是他是好人 那些女人是坏人 对 我的天哪 您今年21岁啊 好好好 辛苦了 接着讲吧 有一次我俩去吃火锅 然后因为第二天 有客户要拍摄 我前天晚上就需要沟通 客户第二天去 出去拍摄的路线啊 拿的东西之类的 结果他当时就跟我说 手机是你媳妇吗 他那个意思就是说 觉得我在吃饭的时候 也在玩手机 然后我就说 我说宝贝你等一下 大概顶多顶多 也就一分钟 因为马上就完事了 结果还不到30秒呢 他当时穿的高跟鞋 比这个鞋还高呢 呼一下就站起来了 然后特别大的声音 往地下一跺 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直接把我手机夺过来 然后撇那个火锅里边了 然后自己 自己当时就出去了 出去了我就心想 我就赶紧追啊 结果一出去追的时候 就没影了 但是他跑特别快 然后我心想 我说不对 我手机还在锅里呢 然后我就回去去捞手机 幸亏我那天带的现金够 我那天带的现金不够呢 用支付宝 微信什么都付不了款 我怎么办呀 别人从锅里边捞肉吃 我从锅里边捞个手机 然后我要是那天带现金不够的话 你就把我留那端盘子了呗 是吧 那你还好一天没管我呢 那不是因为你的无理取闹吗 那你平常都没有这么长 没有这么长时间不管我呀 那你平常工作的时候 我不想好一个电话给你打着吗 你那叫打好几个电话吗 我从六点下班 加班交到八点 你打了多少电话 二十三个 可能我觉得现在女生 就是通用的那个毛病 就是让男生发小视频 就是那个小视频里边 必须有你 但是他不是 他让我发小视频呢 还要做他说 让我做的指定动作 就之前有好多人的时候 我就觉得丢人 我就算了 就之前他让我经常 我做什么剪刀手啊 什么嘟嘟嘴啊 我都觉得算了 结果那天呢 他让我做一个特别特别 无理取闹的一个动作 因为当时我在开会 我觉得我身为店长 我在员工面前 树立一个权威嘛 结果我就因为他特别烦 我就没有理他 后来我在加班 大概到七点多的时候 他就直接冲到我们公司 揪着我耳朵 就说你个骗子 你说你不是在开会吗 你现在怎么在盛牧棚里边 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当时觉得 下班还有员工 新来的好几个员工 我觉得特别没面子 我就把他推到一边了 我就跟他解释 我说我刚才在开会 我说现在因为有几个训员工 不知道打那个三脚架 和那个打那个灯光 我说我就需要教他们 我说你就是骗子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特别没有面子 我觉得在我同事面前 那你干嘛不接我电话呀 然后我去的时候 看见的是你在干嘛 你告诉你在开会 我去的时候看见的是 你在和女员工面对面 脸都要贴一起 都要亲一起了 然后在那弄那个灯光 我当时什么心情啊 你不接我电话 然后还骗我 说你在开会 我是刚开完会 我怎么就不接电话 你说那天 你让我做了什么个动作 做什么呀 他们我学奥特曼 就这样 然后嘴里还得 你觉得幼稚吗 当时那么多人看着呢 我身为一个店长 然后因为我们那个员工 是新来的 我已经教过他一遍灯光了 他还是不是很会 就需要两人手举着 他就觉得我和那个 就和人家 我们那个女员工 怎么怎么着了 结果回来就不依不饶的 我觉得你现在就是有事 你工作了 你就觉得我现在上大学呢 你看不起我了 你就又是女员工 然后又是女客户的 我有什么时候看不起过 他不相信那个妹子 我这脑子也是 值得 就是周围 只要是我周围一有女的 她就肯定会炸 各种炸 那你要看电影 比如说看到一个女生 说这个演员不错 她会炸吗 炸 对 别说演员了 就一说演员 我就又想起来 就有一次我俩去看电影 真的 当时 有一次我俩去看电影 因为我在下面停车 然后她去下面了 她说我先去买点吃的 她要什么吃的 我也给她买了 要什么喝的 我也给她买了 就是看电影的时候 我怕她无聊 结果 我们两个人开开心心的 看电影 看到一半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在开玩笑 我跟她说了一句 我说你看 你长得好像 那个谁谁谁老师 结果她当时就炸了 那么高一高 而且踩我脚上了 我当时 你好意思说 你说我长得像谁 主持人 你知道她说我长得像谁吗 她说我长得像腾哥 本来就是你皱眉 你看你现在跟我一吵架 就特别像腾哥老师 那你不还说 我长得像刘能吗 我有说啥吗 那你起码说 因为我长得像一个女明星 不是 那你就直接 就拿高一鞋度我脚 你知道当时 电影院里那么多人 然后我就得憋着 还得就不敢吼出来 然后你就往前跑 知道的以为 是我跟对象吵架 不知道以为 我把一个小女孩 带到什么 无气抹黑的地方 怎么着她了呢 后面那个大妈说 小伙子用报警吗 我说不用了 我去追你了 你考虑过我吗 那是公共场合 那不是咱们家 你做错事了 当然不用报警了 是我做错了吗 那你以后 我敢跟你开玩笑吗 行 她就没一点好吗 她到底是什么吸引 你让你有这么大的 忍耐力呢兄弟 那会我追的时候 我觉得 她在学校是一个 就是 很 我觉得是一个 很动声的女生 后来我 发现工作之后 并不是这样 你说你体贴吧 真的体贴 这个词是分两种说 一种体贴就真的是 女生对男生 或者男生对女生 是那种无微不至照顾 她体贴就是 恨不得天天贴着我 就是我去哪头都贴着我 那时候 我觉得那才有体贴呢 对这个词倒是形象的很 对 体贴体贴嘛 身体贴在一起 我们俩和我们朋友几个 去一块出去吃饭 当时呢 我那个朋友 是新交了一个女朋友 然后就请我们一块 大家快去吃饭嘛 然后去吃饭的时候呢 因为当时都喝了点酒 然后我那朋友说 就说先把她新交的女朋友 送回学校去 然后结果我那时候喝了点酒 她就跟我说 在旁边就说 当时还有她闺蜜 我们好多人都在 然后她当时说 你说你看刚刚那个 谁谁的女朋友 是不是挺好的 挺好看的 我当时没有听清 你知道吧 我说实话也没有听清 然后我就为了应付她 就本来又喝了点酒 我说是 当时就炸了 蹦起来比凳子都高 你给我除来除来除来 然后就直接 因为那个 我们吃饭那个地儿 后边就是海边嘛 就当时把我拉到海边去 她就说 我喜欢上那个女的了 人家朋友的对象 我看着干嘛 再说我就为了应付你一句 然后她就后来就 这件事就不算了结 怎么才能了结呢 她让我去那个 去沙滩上捡一个棍 然后让我在那个沙滩上 写一百遍 月月最美 后来我就写着写着 浪比较大 就把我写的给我冲没了 她在后边石头上 坐着一边玩手机一边说 冲了不算 冲写 我又得找一个浪小的地方 还得找一个能写的 让她看的地方 然后后来就我在写一半的时候 两个小孩过来了 我当时都不知道我是什么心情 你不跟她谈吗 这种事情 就是她胡闹 她年龄小 你跟她谈的 我跟她谈过了 不管用 我觉得她小 我就应该让着她 那你现在接着让 你都惯成这样了 你跟人分手 对不对 你都把它惯成这样 还有人敢接盘吗 你告诉我 但现在真的已经两年 我真的是受不了了 因为我现在工作 你不跟她谈吗 这两年都过来就接着忍呗 她也有懂事的时候 但是不懂事的时候 居多 占百分之七十 那你就跟你同事说 反正你们家嫂子 就这德行 以后我们开会的时候 我都可以速速 奥特曼 你爸爸这事 忍不了了 我还要面临 我以后要买房 买车 我的工作问题 以后要养活我俩 养活一个家庭的问题 所以现在我真觉得 影响了吗 就这性格影响你了 这挣钱了吗 影响了 她得罪我多少客户 除了得罪客户 还有别的吗 就是我的朋友们 都被她得罪光了 我以后还在这个 就是比如说 要发展的话 真是你干的 是我干的 你真的没意识到 自己有点错误 那我当时那些事 就是火上来了 你是觉得 你特别在乎她是吧 是 这臭小子 到底做了什么事 让你这么不放心 你跟我说说 没有 没有 那你干嘛要这样对她 就是因为我太依赖了 因为我太缺乏安全感了 我来到三亚之后 毕竟我一个东北的女孩 然后来到三亚去上学 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我觉得遇见她之后 我才有了依靠 然后她突然就不在我身边了 不能整天陪着我了 那她要是离开了这个世界 你怎么办 那我没想过 那你想想 我也不知道我会怎么办 你害怕她离开你吗 害怕 是想分手吧 是 过去是不是你忍过来的 是 有人要求你忍吗 没有 那过去为什么能忍呢 可能那会儿时间短嘛 然后我承受能力 现在到这了 我觉得我忍不下去了 工作上面的压力也大了 对吧 希望有一个人能帮助自己 是吧 对 你发现其实你没有这个帮手 对 而是添乱的人 我其实希望 即使你跟我的生活圈子不同 但是你起码也能体谅我一下 你了解她的工作吗 我了解 累吗 累 那你还天天跟她闹这干嘛 因为我同样陪她辛苦这样 没有事的时候 我会在她租的房子 然后帮她收拾收拾 那你没有自己的生活吗 孩子 我觉得我现在全部的生活都是她 全部的生活都是她 你是觉得你这么要求她 其实并不过分 对吗 因为你为她付出了全部 是不是 你什么时候毕业 今年夏天 今年夏天就毕业了 你还在那个店里干着 对 毕业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毕业之后 我想继续留在三亚 因为我之前是想着 回家回东北 但是现在我想留在三亚 干嘛呢 就是我根据我的 就是专业知识 找一份正经的工作 也就是说 截止到现在 其实你们俩没有商量过未来 对吧 因为你的蓝图里没有她 你没有说要跟她怎样 而是自己 是不是 她都不要我了 你想明白了 挺好 这就好办了 一起进入丘比特门卷 我这也挺羡慕的 能让男朋友写一百次 我最美 这得是何等的境界 才能享受这样的优待 我想知道的是 就是你每次跟她闹 跟她折腾 你是为了什么呢 我就是觉得在我身边 陪我的时间太少了 所以你用这个方法 想让她来证明 她那颗真心是吗 就你不抄这一百遍 你可就不是爱我 你抄了 好 我放心了 你爱我 你成全了我的无理取闹 当时有可能是这么想的吧 你也知道自己是无理取闹 只想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 想知道她那颗真心 还在不在 是吗 其实你说 你要求那些好话呀 或者是成全你的无理取闹啊 你考验的只不过是 一个男人对你的耐心 耐心是迟早会因为 你的无理取闹而耗尽的 你知道有时候 谈恋爱就像那个拍皮球 你每一下拍下去 它都会有反弹力 你如果保持着一个 非常柔和的速度 那么这个皮球 永远在你的控制当中 不会停止 而你给的力越狠 它反弹得越高 有一天就跑偏了 回不来了 所以做得太狠了 就是今天这个状况 但我总觉得 男孩你能够容忍 两年多这样的无理取闹啊 你心里还是喜欢他的 其实今天他的模样 也是你惯的 真的是你成全了 他的无理取闹 所以你也不是没有责任 我倒觉得 对于你们这样一对情侣 其实短暂的分开 是有好处的 当真正分开以后 你可能会想到 他很多可爱的那一面 你也会意识到 自己无理取闹那一面 真的不那么让人喜欢 然后慢慢回到 生活的正轨中 你也毕业了 有了自己人生事业的 方向和起点 而先生也能够把自己的 工作屡屡顺利 在比较平静的情况下 再去想想 适不适合在一起 毕竟你们居住城市 也没有那么大 我们如果真的在 空白一段时间之后 再去好好的思考 也许就会改掉很多 你们身上各自存在的问题 其实如果你能够 稍微成熟一点 长大一点 真的我认为 短时间的分开 对你们两个都好 否则现在这个状态 他就开始要躲你了 躲到最后就消失没有了 你的这份爱情 也就彻底失去了 我的建议就是这样 先分开一段时间吧 好 谢谢姚老师 来 曲总 他现在的存在 是会影响你 今后的发展的 对不对 因为他破坏了 你跟朋友的关系 他让你在朋友面前 很没有面子 他甚至于 阻碍了你的事业发展 因为得罪了你的客户 还记得在学校的时候 我们一起上课 一起去图书馆 所做的一些一切 都有你陪在身边 我想你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成长 让我成长为那个 你可以依靠 可以替你分担的人 你可不可以不要离开我 我之前就是因为心软 所以我现在我怕 再心软的话 你还是和之前一样 所以 我再考虑考虑吧 两动吧 谢谢两位请回 打打闹闹 两年的情感 一招有人提出说 我受不了了 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景象 来 请关门 男生到底会不会再心软一次 女生 谢谢 谢谢 宝贝 以后 我会对你好 然后我也希望 你也能体谅我一点 咱们俩以后好好的 我会的 亮灯吧 亮灯吧 回去吧 谢谢你们 请回吧 谢谢